万华美食推荐苏家肉园油果真的好吃 原本在山水街 搬到新地址是相当巷弄的位置 车子骑进万华巷弄 看到苏家肉园油果店面招派写的苏来传 1946年创立的肉园油果店 店内装潢复古又具文青风貌 前进的用餐空间真的很棒 油锅里装着肉园和油果 这里的好巷特别大颗 四处区摆放整齐前进 餐具和酱料都在这边可以自己拿 肉园45元,油果40元 可爱的肉园形状圆滚滚的 甜甜咸咸的酱料加上香菜体味 类线吃到甲心肉 口感嫩而不才 大块香菇饱满鲜甜 苏家除了肉园好吃 油果更厉害 四球状的油果 筷子加开就闻到淡淡芋头香 入口芋头香气浓厚 口感松懒又弹 加上酱料真的满分 综合汤60元柱度和肠子处理的前进眉腥味 带有嚼劲还不错 汤头清爽顺口 加点要酒味道更浓 文德黄昏市场 有间隐藏版美食情油饭 酸辣汤,四神汤 一周只开三天 而且是从下午三点半才开始营业 情油饭就开在文德路66巷上 隔壁是小林发廊 小小的一个骑楼摊位 每次都会有人在排队 酸辣汤口味偏酸 配料非常丰富 金针,豆腐,猪血 甚至还加入蒟蒻 猪血,豆腐都切得很大块 用汤匙一烙料满满的 它味上偏重口味 油饭里加了香菇,猪肉 不会有油耗味 口味上比较清爽 属于一百吃不腻型的 加上甜辣酱还蛮好吃的 家里有辣椒酱的话 加点辣会更好吃 可能是价格真的很便宜 配料丰富一点都不麻糊 除了油饭 酸辣汤 四层汤外 还有麦草冬粉 油饭是一斤来算 一斤大概两三个人吃差不多 价格非常实惠 一斤油饭八十元 可买半斤 酸辣汤一碗也才35元 配料丰富 光喝汤就饱了 位于装进路上的建筑牛肉面 是在地人和计程车 运将长光过的老字号小吃 别看店面不大 里头的座位其实真不少 环境简单但还算蛮前进的 价格部分已经有些调涨 如果单吃面的话 平均大约是百元上下 加点小菜就会比较贵些 自家的花椒油还蛮多人喜欢的 搭配小菜很不错 台式泡菜 花生 豆干 卤蛋 花干 豆皮与猪头皮 入味程度是还好 不过配自家的面食还蛮搭的 点了小碗的牛肉面100元 另外再加牛杂30元 面条选择粗面来品尝 汤头本身材台式豆瓣酱烧口味 是浓汤与清汤混合 然后再放面鱼肉在里头可喝完了再续天 面条份量给的很多 所以要吃饱绝对没有问题 选择粗面是因为它比较扎实点 给的牛肉有时候有精多部位 一碗大约是5块左右很划算 牛杂部分是手吃加点 口感偏向软Q一点 这家小池塘位置就在秦光夜市 双层街夜市 的屈辰室斜对面 本身主打的室就是当贵药汕汤底 所制作的猪脚面线 但他们家的排骨汤与羊肉汤 其实也很不错 另外 还有猪脚饭与羊肉泡饭可选择 平均单人消费大约100元出头 他们家的猪脚都是很用心的处理 其境去毛 本身以十多种中药材 经4小时炉煮之后量前放在外头 所以肉质部分会跟我们一般吃的长时间炖煮 软烂腿裤有些不同 店家有整只带骨猪脚贩售 又预先切块处理的带皮肉 主要是为了保留本身的弹性滋味 当贵猪脚面线120元CP值算是蛮高的 汤头有味甜清香 而且喝完可以再续 面线是传统那种不会黏口的风味 里头还有黑枣鱼九层塔提味 当贵羊肉汤100元 是适合爱吃的饕客 本身给了大量的僵尸去冲淡羊肉的味道 觉得没有什么新三味 羊肉给的份量中规中矩 不过肉片蒜后吃起来很够本 推荐这家店给大家 店家经营了约十年 品质都很稳定 台北中正区的中原福州前面在地经营60多年 店面位于原品南路 菜单提供前半面 馄饨汤 卤味等餐点 邻近捷运小南门站 价格清明 口味实在 也是不少人的台北中正区美食 台北面食好选择 在台北竟然能吃到35元一碗的干拌面 经典的面条不多加调味 赖油 辣渣 乌醋 酱油自己加自己选 还有馄饨 蛋包可以搭配 卤味品相不多 想吃这么可以自行选择做搭配 满满的馄饨宝宝又人无比 白胖胖的好想要整锅带走啊 点了一碗干拌面 鱼文面与馄饨汤 简单吃一吃价格也不用200元 想吃鱼文又想吃汤面 那来碗鱼丸面一次满足 鱼丸味皮香Q内馅鲜香 汤头则是中规中矩搭配一些佐料比较蒜嘴 大碗的馄饨汤馄饨给好给满吃起来最过瘾 十几颗馄饨都到根本吃不完呀 手工馄饨皮薄肉馅饱满 猪肉鲜咸而没有烧腥味呢 单吃很蒜嘴 搭配面食也好满足 面条吸附满辣渣 辣油 无处香气十足 想吃这么风味都可以自行调味出属于自己的最爱哦 前半面加馄饨汤就是馄饨面啦 这样点可以吃前的馄饨面还能喝汤呢 面条搭配上馄饨实在是绝配 令人不禁一口切这一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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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